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最火的和尚女金斯宁 进军台湾的消息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4月4号,在首尔江南区举行了韩国最大规模的佛教无化节 2024首尔国际佛教博览会 而当天的官方节目之一,DJ女金斯宁的表演 引发了佛教比夜店还有趣的反响 成为了一个大话题 首先,这位女金斯宁的真实身份是喜剧演员云松武 根据韩国佛教新闻报道 云松武在2023年11月在曹西斯的无审大使那里收藉 获得了法名Nu Jim 和尚的韩文是Sinim 加起来就是Nu Jim Sinim Nu Jim Sinim 对,因为和大红女团Nu Jim Sinim韩文名字一样 而收到了非常高的关注 不过这是真正的法名且还有向前迈进的意义 而这场独特的博览会 因口碑在各种社交网路上引起了热烈反应 网友们纷纷表示 虽然我不是佛教 但也想去看看这个博览会 原本展览会的主要年龄层是50代 但从去年开始以X为中心 以很潮的口碑而二世代的比重大幅增加了 这个博览会目前已经进行了11年 不仅提供接触寺庙食物 工艺品美术等多样的佛教文化的机会 还以有趣的佛教为口号 进行佛经混音等多种活动 吸引了MZ时代的关注 特别是在名为《极乐也是乐》的派对上 韩文《乐》《乐》和《摇滚》《乐》是谐音 特别是在名为《极乐也是乐》的派对上 提借于女精死宁出现时 现场反应特别热烈 云酸吼在播放火和佛经的电子舞曲大喊 这也将过去 那也将过去 克服痛苦就能生于极乐 极乐也是乐 兴致勃勃的一边做合掌姿势一边跳舞 云酸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想通过女精死宁这个角色 打破对佛教的偏见 女精死宁将于7月13号 参加在台湾举办的音乐节S20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刚在YouTube上看了一个影片 当女精死宁走向观众席时 真正的和尚们也跟着兴奋的跳起来 结果被工作人员拉过去让他们坐下 真是太好笑了 昨天去了现场真的很有趣 大家都和掌欢呼可可 我也是佛教徒 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教本质 从僧女们鼓掌的样子中 可以看到慈悲包容以及宽厚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女精死宁会非常成功 感觉在韩国佛教是最开放的宗教 甚至之前不也是参加了库尔文化节吗 韩国佛教的未来 女精死宁大发 put your hands up 超好笑 女精死宁真要人疯了 女精死宁的名字也真的很有创意 希望女精死和女精死宁都能大发 对于韩国的女精死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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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